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16日 阿基市主场临危不惧 周五凌晨 欧洲联附加赛好戏不断 其中阿基市将作阵主场赢战百林联 两队目前都处于联胜中 表现相当强势 但鉴于阿基市在欧战经验上遥遥领先后者 且金仗还是主场作战 阿基市先下一城的可能性颇高 阿基市是去年下创的最大赢家 他们出售接近10名主力 其中安东尼玛图斯更是卖出1亿欧元的高价 赚得盆满钵满 但在竞技层面 阿基市却是一位输家 主帅坦哈格加一众主力的离队 令阿基市进入重建阶段 尽管也签下了史提分贝维恩等颇具战力的球员 不过依旧无法填补空缺 实力大幅下降的阿基市目前只排名何甲第三 落后榜首的飞烟诺三分 想要实现四连冠2019-20赛季因疫情原因提前结束赛季的尾业 余下的比赛要加倍努力才行 虽然排名并非第一 但攻击力阿基市是当之无愧的no.1 目前攻入59球 军场入球2.81 其中拜仁波被比贡献11球是头号射手 史提分贝维恩 穆罕默德古杜斯各贡献8球为列次席 回看此前的欧冠联小组赛 阿基市强大的火力也有所体现 首轮变四球大胜格拉斯哥流浪 无奈同组中有拿玻璃 利物浦两座大山 阿基市最终只取得第三的名次 降格至欧洲联 不过值得一提 莫罕默德古杜四小组赛攻入四球表现出色 精仗他的发挥也值得期待 阵容方面 后卫外巴亚斯和A卡伯兰因伤缺阵 柏林联2019-20赛季才升上得甲 经济不过是他们征战顶级联赛的第四个赛季 过去的三个赛季 柏林联排名稳步提升 2019-20赛季第11 2020-21赛季第七 上季第五 而今季头20轮战霸 柏林联赞列第二 并且只落后身前败人一分 成为得甲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输拿杜比卡是柏林联锋线的倚仗 目前得甲攻入七球 助攻四次表现稳健 但此前的欧洲联小组赛 他只有一球进账 去到欧洲赛场似乎有些水土不服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 柏林联小组赛阶段的头号射手 居然是后卫罗宾诺志两球 攻击手们的状态令人担忧 另外 柏林联的欧战经验也远逊于阿基市 他们参加欧战的次数趋值可数 反观阿基市过去十年都没有缺席过欧战 再者 两名主力 基斯杜化天梅尔 赞利哈比拿又因类季黄牌停赛 加上本场还需异地作战 柏林联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还有中场安达斯舒亚化音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